就是你現在告訴我 你殺停了天空城的IPO 就是為了幫你的阿凱? 你去工作吃飯嗎? 為什麼不打電話? 幸好我回來拿點東西 我有話想問你 這幾個星期 你是不是跟幾家不同的證券公司 偷偷幫趙凱買世代物流的報票? 你找人查我? 我一直以為我和你的關係已經到達 不用讓大家隱瞞任何事 原來還是我一廂情願 我不是打算要瞞你 我覺得這件事不用特意跟你說而已 究竟你和趙凱合在一起做什麼? 為什麼你要幫你偷偷地 買回他自己的公司的報票? 本來這件事 我今天不跟你說 你明天也會知道 阿凱想把世代物流私有化 他不想再被董事局裡的牛鬼寫實 阻礙世代的發展 所以就找我做一場戲 假裝因為天空城上市的事 我們意見不合 當他在董事局裡提出要買 成鋒資本手上的股份的時候 那些董事一定會反對 他就想趁那個時機 把他們全部踢走 私有化? 怎麼私有化? 私有化要拿九成的股權在手上 他拿到這麼多嗎? 他一定有他的辦法 就是你現在告訴我 我告訴你殺停了天空城的IPO 就是為了幫你的阿凱 好嗎? 好, 這個項目是你的 你是這間公司的MD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喜歡嗎? 你跟他們很熟嗎? 之前在飯堂一起打過哪裡? 趙先生 海哥 上班了 我以為四伯伯母會鎖住門 不讓你出門口 我答應你回總部 每天都跟他們心理輔導 昨天只答應了 對了, 今天所有董事都回來開會 待會那個會, 你也要出席 我?我第一天上班而已 總之你記住, 待會在會上 無論發生什麼事 董事說什麼也好, 你不用管 總之我說什麼, 你贊成就行了 那我有什麼要準備? 剛才說過了, 你只準備休息就行了 休息一會吧, 待會開會通知你 是嗎? 你好, 你不明白嗎? 你好, 你也不知道 你有沒有這麼說 你沒有根據 你 oftentimes 你不能保證 你不明白嗎? 你不明白嗎? 我不會rant日嗎? 你不明白嗎? 我聽到嗎? 有重要事找我嗎?現在說什麼? 我想跟你解釋 我瞞著你幫趙海的事 我不想我們之間有什麼誤會 其實你不用跟我解釋什麼 趙海是你前夫,你幫他很合理 如果今天趙海問的那個是我 我都可能會答應他 雖然他現在不是我老闆 但我還是當他的朋友 你昨晚沒有回覆我 我還擔心了一整晚 你不介意就好了 幫我進去 他就去跟投資房試賬 跟他們解釋為什麼要延遲公司 要不要我陪你 不用,我想他們不會抄我入獄 對不起,如果我知道你會介意 我一定不會幫趙海 各位董事好 這位方小姐是我們董事局的新成員 阿開跟我說過 方方小姐 之前接觸了我們2%的新互通 年紀輕輕,可以看著幾百個榜點 很本事的 只是海哥給我機會 今天是我第一天回到公司 很多事我也不認識 這麼多位多多指教 這裡全都是小叔伯 一會兒你在會上有什麼想法 儘管說出來,不用怕 走吧,阿開在等 今天的會不會浪費大家很多時間 今天的議程只有一項 就是我打算全面收購成風資本 在天空城的股份 等等,阿開 剛才跟Charles來的時候 他們提出一個動議 你介不介意先討論他們的動議嗎 無所謂 對了,Charles,你想談什麼? 沒有,我們幾位董事 決定了動議 罷免你主席的職位 重新再選一個新主席 海哥做了什麼?為什麼要罷免他? 對了,你們究竟有什麼不滿意? 世代物流每年的盈利增長 都是雙位數 不是很多工資做到的 我們沒說過世代賺不到錢 只不過功不在趙海 物流快遞是國家推進的事業 加上大灣區的發展 誰坐主席這個位置都賺到錢 既然你也說誰坐這個位置都賺到錢 何必多次一舉要他下台呢? 我覺得潮海做這個主席做得不錯 毛哥,你進來世代之後 應該你也看過公司這麼多年來的 財務報表 你沒理由看不出來 我們公司連年都扔不少英港錢出去 好像買飛機要錢 張家盟雙鑽直營又要錢 研發無人機都要錢 不僅如此,我們這位主席還說過 不會裁減人手 一個員工都不會裁走 我們這裡這麼多位 都做了這麼多年生意 我們都很擔心 如果公司長期再亂開水喉的話 就會變成一筆枯枝,遲早玩完了 我不是否定你說的話是對的 不過也不用搞這麼大的事 要趙海下台吧 阿開,不如你跟他解釋一下 不如這樣吧 你先放棄全面收購天空城,好嗎 叔叔,其實開會前 我已經決定了,我是不會收回的 總之,我趙海一天 還是坐在主席這個位置 我們貨機的數目只會不斷增加 收購天空城這個計劃也不會停 阿開,我不會干涉你做生意的方法 不過那些董事,他們說得也沒錯 如果你再堅持的話 叔叔想幫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新馬區二十強,隆重登場 專業評審,各就各位 全新盲選賽制,參賽者踏上夢想通道 第三季,正式開始 中年好聲音三支,決戰新馬 今晚八點半,比賽台 各位APM的觀眾,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龔佳欣 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吳子聰 那些精華片段是不是很棒呢 快點點擊下面的連結 去我們歡樂APM Like和Subscribe 去我們的歡樂APM Like和Subscribe 收睇更多TVB的內容 來自拍攝更多的